我是郑少珍 一个韩国人在北大赌博士 去年借给中国人 本以为我可以借到中国非所发展的春风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我没想到 我去过相了 农工生活 这个是昨天种的葡萄书 昨天因为晚上太晚了 看不见 所以今天给大家看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昨天种的 这个是玫瑰香 这里边已经有这个 你们看 葡萄的孩子们 在这儿 然后 第二个也是昨天种的 这个是菊峰 你们看 这里也有葡萄孩子们 可爱吧 第三个 这个去年吃的葡萄籽 这边种了 今年就这样 讲出来了 邻居说三年可以吃 这个是蹄子 但是有的人失败了 有的人真的三年后摘了葡萄 大家知道 这个我能吃吗 三年后 但是这第一 第二个呢 就今年能吃的 应该8月 8月中旬 差不多能吃 因为已经有这样子的果 卖宿的人说保证能吃 如果吃不到的话 会换新的 是葡萄的事业 所以我8月份 中秋节的时候 给大家看 我能不能吃到这个葡萄 所以以后呢 我就经常给大家看看 我就浇水 然后培养他们的这些饰品 小镇农村生活 这个呢 是有机土肥 放这些种的葡萄的土 就像有阴阳 有阴阳 原来不能吃那个 这个呢 之前种的韭菜 我呢今天要做韭菜盒子 所以呢 天然的韭菜 这就是葡萄 这就是葡萄 然后我刚才留了这些 跟它会还能长出来的 然后还能吃韭菜盒子 这个呢是零食的夹子 我们也要搭一个 印记家架子的一个夹子 那这样子的话 竹套就 对对对对 哦 大家觉得我包的粉能吃到葡萄吗 现在要我摘韭菜 我想做韭菜盒子 现在我要学习 怎么做韭菜盒子 那么我自己动的 喝点韭菜 ishi 和韭菜盒子 相见到葡萄 还没有 蘸 都好了 刚才我做的韭菜盒子 听说韭菜盒子是中国北方的美食 谁在老家吃韭菜盒子呢 告诉我 出不是广告 那么开心的话 不浓药,天然的紫菜 不知道我的葡萄能不能吃到像葡萄一样 你们能吃几个? 我能吃四个 就跟我的脸的三分之一 韩国人 我们也吃韭菜 但是韭菜一般做泡菜 韭菜泡菜 因为辣白菜都红色的 所以放的绿绿的不是挺好看 所以就装饰的用韭菜 但中国人不是爱吃韭菜吗? 韭菜还有韭菜 夏儿别用什么的 挺好吃 但韭菜是否更好 韭菜还没有 你还要吃呢? 你吃吗? 你吃了吗 你吃饭吃吗 你吃了吗 你吃完蛋了 你吃完蛋了吗 我吃完蛋了 你吃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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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